你也受伤了吗 谢谢 姐姐 你也受伤了吗 我 等等 你刚刚管我叫什么 姐 姐姐啊 你看起来也没有多大 难道叫你阿姨啊 你 你 你几岁了 小斐今年六岁了 小斐 六岁 我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 会做出一些不是控制的言心 好的 小斐 姐姐 你的伤没事吧 嗯 姐姐从小练功 爱摔都爱习惯了 再说我家世代行医 这点小伤 我闭着眼都能处理好的 姐姐 你是神医吗 神医 不敢当 不敢当 你是神医的话 能帮我把我的爸爸妈妈 救回来吗 你爸爸妈妈怎么啦 他们在车里面 在留学 留了很多心 他们不要消费了 他们丢下消费了 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不哭 你等等 这瓶药酒 这瓶药酒 是我世门独家秘制的 很有用的 还好这次带来 会有点痛哦 我体会过的 很痛吧 我体会过的 姐姐教你个办法 很痛的话 你就喊出来 喊出来就不痛了 不 我要坚强 还有弟弟等着我回去吧 对啊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弟弟啊 那你呢 你就一天 你也会离开我吗 不会 花花姐姐会一直一直 陪着你的 好吗 真的 嗯 那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惜变 谢谢 你别觉得你不是我吗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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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想想想想是一事 你也会离开我吗 是花花 齊安 别睡了 我怎么也想 你昨天又 这不是我 我知道 我学校的 与我无关 以后约这种事情 直接给他灌完面药 那怎么行 随便乱吃药的话 脑子会坏掉的 再说你身体本来也不行 闭嘴 这件事情不许和任何人提起 我知道 你也不要记得 你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下去 下去啊 烦死 你会不会不思议 你会不会的 虚子 你会不会的 然后再吃 再吃